大家好 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的節目 軍武器言 你的節目主持Larry 好 這個是年初二的第二節 依然有我 三文兄 還有V姐 三文兄 你好 Larry兄 你好 大家好 還有V姐 你好 Hello 大家好 這一節又是軍武判官 我們又繼續劈 雖然初三尺口未到 但我們都先劈定了 好了 那我們今天劈什麼呢 破柴 今天就破波音柴 剛才我們劈完南美樓 現在劈這個波音 當然是我們經常說的天馬劉勝權 KC-46A 劈它 大家通常都知道我們劈什麼了 因為它和空軍的KC-X的計劃 其實本身都是一個挺大的計劃 就更換 我們說美國的空軍裡面很多KC-10 KC-135 那些空中間有幾萬 但是現在搞這麼久呢 其實還有很多還沒搞定 包括後面 後視鏡頭 我們待會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空軍很可能 接下來都會開設一些新的計劃 搞它不行 扶不起爛泥 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軍武判官 無論如何都要劈它一劈 好 那沙平兄 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KC-46A 現在是什麼情況呢 好像都 無論是財政上和交機上面都是很麻煩 是啊 大家都知道 之前它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它現在交機是一直都在交的 最近剛好就交第四十架機 不單止美國這邊 以色列 日本 都不斷下單 都是交機 所以它的機器就繼續起 但是問題是 之前有什麼好像運貨的時候 又勾不緊勾 然後廁所好像有爆水 爆市渠還是什麼 總之亂七八糟 很多問題 但是最大的問題 始終是它的加油上面 它的硬碗加油 這個就是它的 remote vision system 即是遙控的這個 基本上就是遙控的這個鏡頭 看著那個後面加油的硬碗 以前是一位人兄 專職趴在那裡 看著的 那個是很senior 才能做到的 因為你一不小心 它一下子會出問題的 真的 兩架機連起來的時候 一下子會出問題 兩架機一起炒的 大家看看以前那些人造是怎樣的 就很慘的 所以它希望用一個 類似閉路電視的物體 遙控監視就可以了 你看看以前那些 真的是趴在那裡 但是問題 我更新一下大家 剛才三文青說其實是交第五十架機 不是第四十架機 第五十架機 不好意思看錯數字 所以它其實都交得很快 因為當時的合約 它當時贏的合約是179架機 總值是這個三十五個billion 即是350億美金 哇 很大一筆錢 真的 不過這樣 很大一筆錢 不過這樣 它自己不斷超資 跟著它這個後視系統 我們俗稱是屁股眼 即是我們整體 A眼、B眼和C眼 屁股眼 就是波音自己要搞定 你沒有 Air Force 當時說明 這個是Fixed Cost Contract 就是我付的錢就固定了 我總之就是付這麼多錢 你有什麼事你自己搞定它 所以現在這個系統 就搞得很頭痕 波音同時又在不斷超資 它現在的罰款 也不是罰款 它自己的cost 超資的cost 已經是多少 上星期波音財報 最新的數字 應該是去到5.5 billion 即是55億美金 超資55億美金 它第一份contract是50億的 你想想它現在在虧55億 真的 沒見過有人做生意做成這樣 真的 越做得多越虧得厲害 是的 基本上交一架虧一架 你想想它這個系統 它可能說要兩年後才可以完成 即是完全可以完善到 基本上是重新設計的 這就是拗軍費的極致 幸好Air Force很聰明 基本上是跟你說定家 我告訴你 有什麼超資你自己搞定 那 這個也是我們 除了我剛才上一節說的海軍難尾樓之外 這個就是空軍最大的難尾樓 這個天馬難尾樓 嘩 真是起個名字都比別人 天馬鬼的馬 你不知道天馬流星拳這件事嗎 你現在流星拳打自己的波音 全拳 即是你每一拳都勢落自己的 真的 是 嘩 還有一百多架機要交 是不是有很長時間 有很長時間 交一架一架 即是它虧不是罰款給空軍 而是它自己的超資 你自己搞定 空軍告訴你 它已經固定了合約價 這個已經夠衰 不過Larry Hink開年之後 好像有其他新的情況出現 好像更衰 是啊 所以現在KC46A 問題就是 它接下來如果再搞不定的問題 那它KCX的計劃 它買了175架 179架 它有四架做demo 接著就實用175架 如果它搞不定 KCY這個計劃原本應該是益它的 即是原本應該是KC46A型 現在是 A型呢 接下來它都會預料你會有撿漏的 你撿到搞定之後 那個B型 我們應該叫做 B型你碰到 就直上KCY 嘩 KCY那張藥 又是差不多 這樣上機的 那可能是160架 嘩 這樣加起來也挺肥的 整個藥 你想想有170多架 再加160架 喂 真是玩夠整個波音團隊 喂 這個原先的計劃為 喂 喂 太誇張了 KC46A 大家不要忘記 KCX當時 波音是輸了 他是輸給Airbus 接著他強行上訴 去到美國軍方總裁 那邊 當時是 強行說 喂 我屬於美國公司 美國製造 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是美國 為我們大美帝國主義好 對不對 一打這個字出來 結果上訴 被他上訴得值 推翻了Airbus的交易 有沒有搞錯 這些編心編到離譜 簡直是 但是上次因為MRTT 找錯了代理人 你平時看到 我們這些公司上市 還沒有去補戰人 那些補戰人 你找那個要有牙力 才可以最後幫你 叫價格 叫得夠好的 沒錯 那些超出 他叫不叫叫誰 叫國防部最討厭的那間 就是Northand Grubman 這間店 這間店 就臭了 之前做B2 就貴到 勒索他們 你不能不買 B2 一定要買 但結果又買百多部 變成買二十部 二十一部 好了 已經被你陰了一次 國會議員 我覺得整件事 被你搞得很臭 下次YF23就報仇地報 所以你沒得玩 YF23那次 那你這次還來 那這次呢 大家就知道 就是 其實 就是說實話 本身想得好好的 是全部都給波音的 你想想 美國現時的加油機Tanker KC135 KC10 總數超過400架 那這兩個合約合起來 大概是340至350架左右 那剩下的是什麼呢 接著就會去到KCZ這個計劃 可能很可能就是 無人隱形的大型加油機 那這個就真是次世代 那但是問題是 這差不多350架的 傳統的加油機 哇 夠波音吃了 一架很貴的 一架在說 分分鐘是兩億美金的 那所以對波音來說 300多架訂單 其實是非常非常之大 是啊 還有現在KC46A 都有些大問題 例如說 有些機種是不能加 300多架 最貴的那些 基本上是最重要的機種 例如F22 F35 B2 這些 最重要的東西 之後B21 都肯定不給它加 因為怕你 它主要的臀部眼 不是很準 周不時 大家看回這張圖 周不時那些陽光 有些照射環境之下 好像第一幅圖 什麼差也看不到 或者第二幅圖也是 什麼差也看不到 經常看不到 你的硬管 去哪裡 那些很貴的圖層 萬一刮花在圖層 整個機種要重新塗 它不是加一個patch 就可以了 所以現時最貴最重要的三個機種 一律不給加油 甚至好像A-10 現在也不給加 不知為何 好像有其他的問題 即A-10也不給的 我覺得奇怪 A-10一向都是亂補 它也不給的 我想主要是 它的 崩潰的角度 可能是一些問題 它要再搞一搞 但是現在 在美國的所有 美國空軍所有的機種裡面 70%是可以用KC-46 可想而知有多厭重 有30%不能用 嗯 但是有30%那些 都是精銳部隊 一來最重要的那些 二來就是 李亞加油機 有30%不能用 其他就要靠 舊的KC-135 和KC-10來補 那兩家東西 飛到快要解體了 你還要那些 連坡老二都要繼續 頂硬上 頂多幾年 它的屁股眼 它的屁股眼 要重新設計 要兩年 神經病 好像要2026才可以整好 可不可以捱到2026 為什麽 你日期越推越後 哈哈哈哈 我上次看好像是兩年 現在越推越後 所以有見及此 軍方就 反台 直接宣布這個新的KC-Y計劃 那KC-Y計劃 突然間 就殺出了情咬金 準備炒波音生意了 能夠和波音競爭是哪一家呢 是啊 原本我們看過機型的時候 咦 無新 又是MRTT 但是你要看看這次 它上次的寶箭人是誰 它上次找錯了寶箭人 找錯了Northrup 是 Northrup 你找個厲害的 不是找什麼 不是找雷神 找最厲害的 Locky Martin 那你就行了 沒錯 那你就真是 財神到了 這次你 大家都知道 Locky Martin 就把這個A330MRTT 把它換名叫做MLMXT 即是X世代Tanker 我沒有新意 這個名字 它這款是比A330更厲害 它裝有更多些 還有它說這款是exclusive 絕對只賣給美國軍方 所以它整句slogan是什麼 哇這句slogan厲害了 我們看看原先波音的話 喂我美國製造 對吧 你一定要給我 Locky Martin更進一步 Locky Martin Locky Martin這次的slogan就是 Build in America Buy Americans For Americans 我聽完之後 好像聽著三文主義 這句話 為何這麼多 美國在裡面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美國製造 美國的工人 來製造 美國工人的心血 為美國服務 嘩 沒得撐 這件事 唯一我覺得 能夠和他比的 是Captain America 那邊旗 或者這次你找對了 製造 製造 沒錯 有牙力 真是找得早 Nocky Martin整件事 就不太和了 真的 還有啊 你看看別人 別人的A330 MRTT 在歐洲那邊 基本上 2011年就入役了 人家的臀部眼 現在是全自動的 基本上是 好像自動泊車一樣 一架機飛過來 他自己就把 Boom放進去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想想 你現在那個眼 還要2026年才搞定 唉 還有他 有辣有不辣 A330的機器就夠大了 所以公有 公有當然多些 但是不好處 也都是 以往是否有些 國會裡面 有些退休的議員 都有贊問的 其實KC46 本身做一個candidate 有他的優勢 是 其實他講得對 他最大的優勢是什麼呢 他的效率比較好 大家想起 C5對比C17 大家都知道 你不是經常都要 他這麼大價的tanker 飛來飛去 因為大家看回 他對比數據 A330載油是比較多的 但問題是 他本身耗油亦多 那就變成 你耗油的情況 你整個加油的效率呢 其實KC46是完美的 大家看看這幅圖 KC46是比以前的 KC135大分 大一號 基本上是 他是介乎 KC135和 KC10中間的 那麼 A330 就比KC10 再大一個馬 所以對於你的 機場的 後勤 你本身的 佔用的地方 你使用的效率 其實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不過這樣 現在好像美國 重返亞太 整天飛南海 那些訂購 好像需要 這麼大架機 實話 大不大 其實對美國人來說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決定性的因素 他決定性的因素 就是 大佬你這東西要 工作才行的 你現在搞到 我最重要的那些機 你加不到油 喂 真的很難用你 真的 因為我覺得 國會大爺 他們都沒有想過 你竟然 輸了 那些最低能的東西 你說如果一部機 本身不夠硬正 結構有問題 是吧 通常都是的 機不夠硬正 飛得不夠遠 有問題 我心想 你做開客機 都沒有問題 原來就是 平時一般客機 沒有那樣東西 你就不行了 就是後視眼 屁股眼 我們所謂屁股眼 這方面 Airbus 實在領先太多 難以想像地多 還有大家要知道 這部機器叫KC 所有聽起來都叫KC 它本身都可以運貨 其實兩架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 它可以載戰鬥人員 它在下層 也有一個 就是永久的貨運空間 所以其實它可以做一架 多功能機 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還有這架本身的設計 現在都有 就是除了硬管之外 兩邊也可以帶軟管的加油 所以理論上是可以三架機同時的 當然平時就不會 因為有安全的問題 但是這些都是一些多用途機種 這架機 其實它取代的 有點像KC-10的這個角色 就是大載油量 大載科量 而它給了美國空軍的保證 就是我所有東西已經行動了 你還想怎樣 是不是 你看旁邊那個 旁邊那個 又給了一個爛外PPT 你說不知2026年 又不知升級了 我現在已經行動了 人家在歐洲那邊 它飛行的時數已經很多 這架機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這次它很棒 你找一個最有壓力的 諾希·Martin 最有壓力 還有他那些好辦事 潮中有人 對吧 你想想他F22 F35 有多少項目經理 全都進入國防部 所以 這件事我覺得 實在是沒有黏牙的 特別是別人都說得明白 Build in America By Americans For Americans 我覺得很難再有一句slogan 可以比這句更加 更加配合這個美國 即美國這個大帝主義 我們從來都覺得美國全名 應該是地球聯合帝國的 即全部東西都是他 這句slogan 我覺得最切合這個精神 真的 是啊 所以你想想 你找對了諾希·Martin 這次呢 KCY 那百多張單 一百六十張 我覺得再加上 對波音這麼不滿 波音這次很危機 你想想 接著去到KCZ 那次那個世代 隱形加油機 更加沒有好處 因為就不是真的 用你現在那些客機了 對嗎 隨時就要你自己設定 那個型 那你更加兇險 你遇上Dr. Grootman 和Locky Martin 當時一個就是劍聖 一個就是劍神 你都不知道要去哪裏 綠小鳳 真的只有一個體字 所以沒辦法 即是如果你連這單KCY都沒有 他的加油機 即是他可以接著 即是接下來都沒得玩 真是慘 大家都知道他之前 即是 他的Airbus的737 Max 即是波音的737 Max 又經常出事 對他的打擊都很大 所以他這兩年的財報都很差 再加上這件事還 出一架罰一架 即是出一架超支一架 你出完之後 你全部機的屁股眼 要全部換過 這筆數還未算進去要多少錢 至於是否拒絕到空軍再給他一些軍費 就看他自己的本事 但是Airbus在那邊 就真的是 孤家寡人在那裡 紮紮跳 喂大哥 我什麼都行 我什麼都給你 對不對 你要的所有東西 我全部都可以滿足 你就是不選我 現在Airbus也有些軟腐毛 因為Airbus 雖然他A350也全舊好賣 但是你知道這些 這些大型公司 你如果沒有持續的增長 他是等於破產的 是的 所以我們都要繼續觀察 A330 KCY的標還未拿出來 所以都言之過了 波音還可以玩夠的 我們就看看他A眼B眼C眼的位置 如何解決 如果解決得快些 去到2026就真是麻煩 2029已經是最後那部機組了 那你2026才搞得到 真的有點難過 即是2026才IOC 交機交成七八年才IOC 還要幫之前的機組 還要幫之前的機組 還要進廠再維修過 對 他說這個機是2024才會有個FIX 2024年中 接著每部機要做6至12個月 所以在2026的新機 就會已經做好才出廠了 舊機也差不多做到526吧 波音給你全家被雷劈了 你這樣搞下去 Airbus一定在旁邊說 等你弄完 我的隱形那一刻出得來 真的 下次很簡單 Airbus就把那些技術 他的製造技術 就是因為民航機是安全性和舒適性最好的 他把技術給Locky Martin 兩個再合作 拿到KCZ的合約 波音就真的被雷劈了 所以這次我們砍就差不多了 三明星有什麼要再砍砍它 沒有啊 今年開年幫它開完就算了 其實我覺得KC46 我見過那架真機 其實那架機是很漂亮的 因為它是用這個767的機體 其實是非常好一架機 論Efficiency 論大小 論籌載量 其實對美國的空軍 是一架perfect的機 不過 你撞正波音這個陷家富貴 你真是無計 真是被他拖死 我覺得現在美國空軍的感覺 就好像這班 坐客機離開的時候 哎呀這個陷家富貴 坐過多舒服 不過害得我加油也卡不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形成戰力 真的 其他那些KC15 快要飛到散 已經還要繼續用 還有 大家要記住 2030分分鐘 中美南海 必有一戰 到時的加油機 搞不定 你對整個戰局的影響 是非常之大的 美國空軍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加油機 因為才令到它的戰力 可以覆蓋大片的範圍 你現在靠波音就真的死定了 還有最怕的就是 你如果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最後弄到戰機掉到海 唉 這件事又是煩的 這件事 就是無緣無故被你弄到跌到海 然後呢 那個飛行員呢 跌到海 可能會撈不回來 是不是 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 快去搞好它 快去搞好它 就可以了 快快去KCX的計劃完了 KCY等等 美國的戰力 在太平洋這邊 就沒有這麼影響了 其實空軍這次錯有錯著 幸好有KCY的計劃 我想他當時 即是說的 維維維都是想著兩個都比你的時候 可能是 不是他想著一次過比 我想是 不過想一下 好像有些很難看的 不如整個KCY 即是其他廠商都有機會 對不對 KCZ就是下世代 錯有錯著 這個連他都翻台 連他都翻世代 只好開這個contract 快快去KCY開 因為他比預期早 我想他是過幾年才可以KCY 但現在看起來都等不到 祝Locky Martin好運 大家要知道Locky Martin 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軍火生產商 只是飛機這一樣 只是F-35 他都已經生產了 我給大家看一看 他現時給出來的最新數字 就是這個 哇這個厲害了 大家看到嗎 750架 750架 飛了47萬個小時 嘩 只是這一筆數 Locky Martin 真是很爽 所以他潮中有人好辦事 有壓力 沒問題的 那 那 project management 也做得好 只要炒波音 我都一律支持 用心炒 出力炒 好啊 那我們這一節 軍武判官 判NEO的KC46A 快快去搞他 好啊 另外 大家記得幫忙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有Patreon會員頻道 另外也可以課金 包括恆生銀行 Payme 轉數快 PayPal也是歡迎的 好啊 另外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以講一下你覺得KC46A 就是一個情況 或者Locky Martin 或者我們講KCY KCZ 那個情況 好啊 那我們就連初二 這個判官系列 來到這裡 我們其他節目就和大家再見 拜拜 好 拜拜